現在是9點16分 我們要搭新無線玩一天 我們要挑戰10個小時玩10個經典 這好餓喔 那我們先吃好餐吧 GO 這個口味很特別 我還沒吃過那種花生醬 然後加薯餅又加九層茶 而且它九層茶味道很重 我覺得剛剛的芋頭還不錯 那個餡料很薄 那個吃完六個超飽的 對啊 吃得超飽的 女生吃很夠 這裡是文昌陸橋 在文昌廟的旁邊 有十幾座紅色拱門的題材店 所以這裡也被稱作台班鳥居 可以拍很多美照喔 我們現在在新月橋的天宮步道上 這邊是連接板橋一文特區 跟新莊老街的錢 還有60公尺長的透明面板 晚上看一定很漂亮 這個是在新月橋上的月球 這邊晚上會點的非常漂亮 設計為了拍照 就是我們公開這邊 三步一起加設的運動 然後這邊的寧劫也在很近 你可以來這邊注注 我們看你們いう風景 會不會收工 在日本的多次 我們為人集中 就是要跟山多市場 我們可以參與 接下來 我們可以介紹一個 旅遊 好 這醬料好像不適中 味道很剛好 不會太鹹也不會太大 分量也蠻多的 這個三滴辣花很可愛 但是它要等40到50分鐘 可是外面很少看到這種辣花 很繽紛 這是鐵阿米酥的天塵蛋糕 但它吃下去很便宜 它就入口情況 它看起來是彩虹 但是鐵阿米酥有味道 感覺沒有一般的鐵阿米酥這麼甜 你知道我有個三重朋友 跟我說這邊有一家三色布丁店也很好吃 我跟你講三色布丁是哪三個口味阿 等一下去吃就知道啦 好啦那我們去吧 它那個有三種料 它那個牛奶巧克力跟雞蛋 我來吃一口 這味道淡淡的 你知道黑糖剛剛好 不會太甜 但是吃起來 吃起來很滑嫩 很消暑阿 它這個芋仁很Q耶 因為它這個芋仁跟珍珠 是算同一種料 所以你只要點贏它就有兩份 很好吃 我們到大台北都會公園 這邊有11個主題 然後是貢榮寺的那個 遊樂場 很適合週末 就是大人的帶小朋友來這邊玩 可以傍晚或是 就是夕陽過下的時候再買 比較不會這麼熱 不然現在是太陽在正常 好熱 你怎麼留這 去哪裡 欸這燒不住欸 這個燒不住喔 欸這真的要住嗎 你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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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是空軍三重一村 是北部警村空軍防炮部隊捐村 這裡有 球池捐村還有免費額從室內遊樂場 都是IG熱門打卡店 而且很多電影都在這邊拍欸 像是 紅衣小女孩啊 一把青啊 都有在這邊拍過 都有在這邊取景 我們來進去逛逛 這裡是空軍三重一村的 歷史變遷 然後就可以看那個影片 然後這邊 就是 村長 村長 人會跟你講 然後就可以把這些 在歷史變遷還有村民的 一些經歷之類的 網美拍照的秋池 這也是三重同安公園 這也是摩石子七層的彩虹溜滑梯 適應許多朋友來這裡打卡拍照 也適應許多小朋友來這裡玩 我們現在在台北橋路這個機車復步 怎麼樣 好不錯喔 這是三角形的 三角形的三角 這個咬下去都是湯汁欸 這個韭菜跟肉的比例非常好 很香 皮很嫩嗎 皮 皮蠻薄的 餡料蠻多 現在時間是7點06分 我們今天去吃豆花啊 蛋糕啊 或是這個蒸餃 我覺得都好吃 而且都平價美食欸 而且這些點 都離捷運不會太遠 就是你搭捷運就可以玩了 對啊可以來搭新無線玩一天 那我們下一集見囉 掰掰 羊肉 會要這陣子 要是細菌 那些是什麼 也會用在這裡